哈囉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我是Hia 我們現在來打一下九封王的災惡集 那有觀眾朋友問到 能不能用黑金阿圖姆來通關 這邊就來幫大家稍微示範一下下 那我帶的隊員是金字塔 再來的話是光龍使 那光龍使記得幫我帶上幻化形態的 我們要吃他這個固定版面 再來的話是超人吉田 這個用來附加消除用 把混沌值吃掉的 以及虛幫我追打無鼠出去 那龍科這邊我帶的是兩顆腐化 阿圖姆幫我帶到自己的武裝 那也記得帶到三個形狀一樣 因為關卡裡會用來無視拼圖 那如果隊伍跟龍科配置有沒看清楚 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邊打邊講解囉 來第一關這邊我們可以先偷一回合 我們一回合去把暗珠稍微削乾淨一點點 好那記一下這個轉單體的方式 因為等一下核心會弄到 好那第二回合的話 我們就直接大力轉就可以了 我們抓一個阿圖姆的角色珠 好那這邊那個15C齁 你只要有消光 呃對不起火 火你只要有消到的話 一組就等於13C了 所以對面要的15C是可以輕鬆達成的 好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沒問題 好來接著二血的部分 這邊我們就開阿圖姆 然後去轉30字 好那阿圖姆其實版面很好轉30字 這一顆稍微拉過來 好然後血轉回來兩次 好這樣就有三組十字了 好來這邊就直接吹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第三條血這邊的話 我們先偷一回合喔 好因為他有一個弓前盾 我們等他打過來再去進攻 好那打過來之後呢 我們就開阿圖姆 好我們這邊可以抓阿圖姆角色珠 不要手消 然後我們把龍科打開 直接用無視拼圖 好一方面是無視拼圖啦 一方面就是讓阿圖姆CD再減3 再回來 這樣子輪轉速度會比較快一點點 好這邊的話 記得帶到三個形狀一樣 剛有提到 然後分數轉到7000分 就可以無視拼圖了 好 來這邊就直接吹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來到第二關 第二關的話我們就先開附加消除 好那消掉之後呢 我們這邊開阿圖姆 好我們就抓阿圖姆角色珠 不要手消 這個是阿圖姆的玩法啦 然後灼熱地的話阿圖姆內建防禦 所以不用怕 OK來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二血這邊的話 就大概手轉兩到三回合 去把他送走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你如果想要開光龍使 稍微利用一下下 其實也OK 因為光龍使只有在5C那一關會用到 剩下都不會用到 就是手消5種一樣的那邊 好這邊就大概2到3回合帶走 如果這一回合沒有帶走 也沒有關係 反正就是再多轉一次 這樣子而已喔 好 好 來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 好接著第三關 好第三關這邊的話 我們開那個虛的技衣 好然後我們再開阿圖姆 好一樣可以抓著阿圖姆角色珠 不要手消 這個一方面也是觸發-CDR 然後加上會天降 所以他一定可以多打一下喔 好那打完5屬之後 欸這邊後面的傷害就補過去了 沒問題 好接著來到第四關 好第四關這邊的話 很重要一件事先做喔 如果混沌值已經差不多了 那當然是先復銷啦 那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們去點左上方 然後指定核心 有人跟我說這個叫右上角 不是不是 他是左上方的右邊 右邊那一刻是核心 好那接著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轉珠 然後讓他扣血 好啊這邊我們都轉單體就好 我們就轉直行1C這樣子 不要再讓他解外生枝 好來這邊的話就是在做一樣的動作 過兩到三次 這邊來 記得喔就是不要讓他有機會天降到齁 就1C就好 因為如果全體的話 那個打到本體他會反擊60萬過來 到時候會GG 這個要稍微注意喔 好這邊再一次 好這個真的蠻大聲喔 好那接著核心打開之後 這邊要消九珠屬性珠 我們就開阿圖姆 好阿圖姆開下去的話 他的版面是10C的 我們就直接去把他轉到就可以了 好啊最後不要停在那個黑洞地裡面喔 好這邊就直接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下一關的話 這邊算是稍微的真王關啦 因為要抓角色珠 然後又要手銷全部的新珠 然後他又有黏斧 好那總之這邊的話就是 你要分開帶走是ok的齁 阿我們就轉大圈一點 不要讓那個黏斧有機會碰到 這樣子就ok了 好這邊我們轉大圈一點 他黏斧只有6格 所以你就看好再轉齁 好這樣子ok 我們就轉一個基礎的5C 其實就差不多了 好阿你這邊如果說要分開帶走的話 也可以阿不急齁 好這邊的話我們再繼續喔 好阿注意你的混沌值阿 混沌值當然要滿了就趕快去把他弄掉這樣子 好阿你這邊如果要用光龍使去弄也是可以 總之解法很多 好這樣子 好來這邊就直接錘過去沒問題 來接著來到第6關喔 好第6關這邊的話我們就再開一次阿圖姆 好然後我們就抓阿圖姆的角色珠然後不要手消 好這邊也是三回合內有處理掉就ok了齁 好來這邊帶走喔沒問題 好來接著來到第7關 好第7關又來到我們的快樂核心時光了齁那一樣 左上角先點右邊 好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就一樣轉單體攻擊 好 好這邊因為我們的護盾已經破了齁所以其實 好是不影響啦不會怎麼樣 只是跟大家講一下護盾已經破了齁 好這樣子ok 好這邊一樣是兩回合帶走 好那核心打開之後就一模一樣齁這邊的話就是再開一次阿圖姆 然後把板面切成10C就ok了 好阿標停在黑洞地裡面 ok來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好接著來到第8關喔 好第8關這邊的話其實就是數字慢慢轉對就好阿一樣注意你的混沌值齁 好一開始是19 好19還可以齁 好阿你轉錯其實也不會怎麼樣啦 他是越扣越強他不會連擊你 好再來是21 好21就是手銷7C然後每一組都3顆這樣子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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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等下是數字23他就是每回合加2喔 阿你如果要用阿圖姆的固定版面去控數字也是可以啊 好23OK 好那25的話就比較難一點25的話是8C每組都3顆阿最後一組4顆這樣子 好看一下喔 8C 總之這邊一樣就是看好再轉齁 好OK 好這邊就收掉1血齁那2血的部分就也是手轉1到2回合送走 這邊就轉他指定的這邊是指定火光暗 好我們就去把它收掉這樣子就OK了 火光暗 好看一下喔 暗珠 好 好OK 好這邊帶走來接著來到第9關 好第9關這邊混沌職先吃掉齁 好來接著我們開金字塔因為護盾已經破了然後王關我們又需要用到護盾 好這邊先開 好來接著我們開虛的技衣 好來最後我們開光榮室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正常去轉就可以了 就把它五組轉到一樣齁 好這邊就直接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來到王關好那王關先做的事情還是一樣齁 就是先指定那個核心的部分 好啊這邊如果你跟我一樣的話 配置都一樣的話 呃護盾有滿嘛 我們是可以消暗珠1C的這個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好啊這邊我們就一樣喔 轉單體喔 啊其他都不要動到 好啊讓他寫扣到剩下1 好這樣OK 好這個不要動到齁 好打到這邊基本上 如果有失誤啦可以趕快黑科技啊 不要說是我教的就好 因為你都已經走到這裡了 如果再重來應該會 蠻崩潰的 好OK 來這邊再一次好我消一組暗給大家稍微看一下好了 好這樣子 好啊其實他也也也死掉了啦 好他還是有打兩下過來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齁 好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就是我們的阿圖母 再一次 十 呃九組屬性豬 好我轉都有點轉的怪怪的啦 啊大家自己在轉的時候就轉好看一點就好了 好啦那以上這邊是黑金阿圖母 過這個九風災惡 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扑